各位同学大家好 我们在过去的系列里面呢 曾经介绍过法拉第电池感应定律 以及嫩次定律 那我们现在呢最实际的就是 把它应用在发电机的一个解释 那发电机的原理呢很单纯 它就是利用一个线圈 然后在磁场里面呢转 所以所谓发电机呢 它的设计呢主要就是把机械能 转换成产生电能的一种装置 我们就称之为发电机 因为它转的话是利用机械能来转 例如像水力发电机啦 火力发电机等等 火力发电机就用蒸汽呢 蒸汽也是一种机械能 来推动这个线圈 让它在磁场里面旋转 那它每转一圈呢 它的磁通量就产生了四次的变化 比如说一个线圈的平面 如果当初是跟磁场是垂直的话 这个时候的发向量的夹角是零度 那从零度到九十度呢 它从磁通量最大呢变到最小 第二个九十度呢又再从最小呢变到最大 第三个九十度呢又再从最大变到最小 第四个九十度呢又再从最小变到最大 所以它每转一圈的话呢 它的磁通量就变化了四次 所以它所产生的电流的方向呢 也变化了四次 像这样的发电机呢 制造出来的这个电动式呢 因为也就变化了四次 所以它所产生的电流呢 是一种交替变换的 而且是周期性的变换的一种交流点 那接下去呢 我们利用这个物理的公式呢 来探讨它的输出的电压跟输出的功率 那这个发电机的扎数呢 里面的线圈的扎数假设是N扎 那线圈的面积呢假设是A 在磁场B当中呢 如果以F个Hz的转速呢 在运转 那根据我们对公式的探讨 那它所产生的电动式的最大值 我们就称为输出的最大电压呢 就是这个公式 就是2π乘上NBAF 那换句话说 它的控制因素呢就有四个 第一个是线圈本身的扎数 如果扎数越多的话 它的输出电压就会越大 那第二个是磁场的因素 第三个是线圈面积的因素 那最重要的是转速的因素 所以这个线圈如果转得越快的时候呢 它的输出的电压就会越大 当然相对的你所提供的基建能呢 当然一定是越多的 比如说像水力发电 如果这水位越高的时候呢 这个当这个水呢掉下来的时候 它这个发电机运转的速度呢 当然就会越快 因为它所提供的基建能是越多的 因为里面其实都是固定的 像扎数啦磁场面积都是固定的 所以它的输出电压呢 其实主要决定在你所提供的基建能的多跟少 会影响到它的这个转速 然后它的输出的最大功率呢 就是用输出的最大电压 乘上这个输出的电流 那我们接下去呢 透过一个立体呢 我们做更精细的了解 就是有一个机组 它这个发电机的机组呢 它总共里面的线线的 的扎数是100扎 面积是10个平方公尺 然后呢这个磁场呢 也算是蛮大的 在0.1个T的磁场中运转 那球假设它的输出的最大的电压呢 假设是这样子的话 我们看它运转的速度是多少 好那我们就带进去 我们知道F0呢 它是等于2π 乘上NBA的F 所以它运转的速度呢 就是它的这个RPS 每秒钟的转速 就用F0呢 除上2π 然后NBA 好我们带进去 那这F0呢 我们知道就是6.28刚好是2π 乘上10的4次方 那这2π 这个N是10的2次方 面积呢是10 然后磁场呢是0.1 那6.28刚好是2π 这个可以消掉了 那这个分母的部分呢 10乘上0.1刚好是1 所以这个地方是10的2次方 所以代表它的转速呢 是每秒钟大概是100转 100转 对所以因为它的转速其实并不快 所以如果可以看得出来 如果转速很慢的时候 它的输出电压其实并不大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小型的一个 发电机 那输出的功率呢 就是用输出的电压 乘上这个电流 那输出的电压是6.28 乘上10的4次方 就是62800个伏特的电压 在乘上输送的电流 10A的电流 所以它的输出功率呢 其实并不大 只有大概628000瓦而已 就是6.28 乘上10的5次方瓦 所以它的输出功率并不大 才628000瓦 有关这个发电机的一些 物理上的一些基本观念呢 我们就介绍到这里